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他们怎么被骗 另外大家关心的间谍案 王立强在今天 中国官方po出了 王立强受审的视频 到底是真王立强还是假王立强 我们等会帮你抽丝搏戒 好 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邀请到龙岩受害者 自救会受害者小张 各位观众主持人好 好 邀请到 财经专家 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欧某头部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网络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刚刚带您来关系 是重网消息 川普签了 之前川普似乎态度 仍然暗卖不赢 但川普无惧中国压力 真的签了 签了什么呢 签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想不到 比一签之后 全球股市应声走跌 人民币走扁 黄金上阳 日元上阳色的避险资金 全部一涌而出 对 在美国感恩节的前行 川普签了 签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这个法案的话 引起美国的政府 对侵犯到香港人权的 中国 香港的官员进行了 经济跟旅行的制裁 这很严重 然后这个签署了以后 中国来 我们来硬碰硬 上个礼拜 香港其实在选举了之前 你知道中国做什么动作 再度试射 洲际导弹 东风41 而且中国号称 它的东风41 是可以射到美国本土 它是在告诉美国 老美你不要管香港的事 对 所以互怕互马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最低阶段的协议 已经快签成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 又恒恒之年 来了于这个黑天鹅的话 国际的金融市场 为之动荡 比如避险的日元 今天升值109.45 人民币下坏了 人民币就贬回7.03 那这个黄金立刻涨到了 1457美元 那大家最关心的国际股市 昨天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没想到1000了以后 大家看 全部一片绿油油 想不到川普大笔一挥 全球股市都下爬了 全部都绿油油的 包括台股也蛮惨的 台股在今天也是下跌的 所以本来美国股市 昨天晚上是表现不错 结果盘后也吓傻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川普在签署法案之后 最新的谈话 他说 我尊重习主席 中国香港的人民 希望香港和平环荣 一般认为 川普不得不签署 为什么 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 是悬殊的比数 即便川普把吼诀 国会会还吼诀 你还是会通过这个法案 所以他还是被被迫签署 只是大家本来以为 会稍微拖一下 对 那重点就是说 他要怎么样 第一个不声明 第二个 他支持香港的示威活动 第三个安护北京 看起来他是第三种 所以未来 你就是说未来川普三种剧本 一种剧本是 他干脆就不讲话 不发声明 第二个剧本是 他发声明 但是他支持香港 第三个声明是 第三种情况是 他发声明 但是他比较偏向 安抚北京 所以蔡总 你认为他这个声明是 对 他应该是比较偏向 以安抚了这个北京 所以大家认为 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 增加了变数 但是不能完全 抹杀要达成协议 因为中国假如不签这个协议的话 第一阶段不谈成的话 中国的经济会更加的雪上加霜 真的牵得成吗 中国态度现在非常强硬 美国确实无法在道德层面 我叫王 耿爽虽然面无表情 但话说得很严重 唯我独尊 背信忘义 说得很怕你听 对 因为中国的这个民族性 他一定在第一时间 要强烈的抗议 好那看来 因为他这个大笔一挥 确实让中美本来要达成协议之前的气氛 已经比较缓和了 又往上升高了紧张气氛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请蔡总报我们来看 因为刚刚你谈到会有三种可能 三种剧本 那么其中最有可能的剧本 现在看起来是他签了 但他也发表了声明 发表声明呢 同时他发表的是安抚北京的声明 那台股未来会何去何从 今天是开低走低了 不过基本上我们看到外资 在台股还是小胡的买超 这个就非常重要 他并没有在这个地方转卖 所以外资还买了14.62亿 所以我们再看两个股票 以我的解读 应该台股市期待 第一阶段会签协议 好 哪两档股票透露一下 我们看一下2345的智邦 智邦是今年的标股 也是台商的回流 就是因为网通的产品 加升了这个关税 但它是跌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跌就是因为期待会达成协议 达成协议会把那个 已经加升网通产品的关税 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以后 智邦的转单利益就没有 所以这样子脑袋有点转不了弯 所以反过来讲 蔡总的意思是 如果会签协议 对智邦反倒是利空了 对 我们再把时间拉长 因为智邦的路由器跟交换器 在5月已经被加增关税10% 但是它是所有网通的大厂 回来台湾投资 动作最快 立刻在台湾的生产线开出来 所以订单就从本来要到中国的 就转到了台湾 你看它今年股票一路的大涨 涨一倍 然后获利也很好 所以如果签了协议 对 给智邦的单可能又回到了中国 因为你关税会取消回来 所以智邦跌就代表 协议应该是签得成 对 而且这一家公司是非常 一个体制好的指标性的股票 再看我们看工具机的龙头 2049的上瘾 为什么 因为工具机的关税 在9月份已经被加了25% 所以上瘾今年的获利 就急速的恶化 因为客户都关华 所以它的股价 今年以来没有表现 但是我们看一下 最近它没有在破底 它利空包括财报出来 什么各方面都不在破底 所以它有点期待 就是说可能会把之前 加征的这些工具机的关税 把它取消掉 取消掉以后 它订单又来了 它又活过来了 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 不过蔡总 今天的烟盘面 还有一则在产业界 非常重要的讯息 我们回到新闻 松下电器松下 那是多大间的公司 竟然它退出半导体之后 它的松下半导体 卖给了我们台湾一家公司 叫新糖科技 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哇 我们是小吃大吗 对 因为它 蛇吞象 新糖要花台币76亿 它的资本额快三倍 把松下的半导体买下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案例 昨天我还特别讲 在红色供应链的威胁之下 要么跟它和平相处 今天你看 AirPods的产能增加一倍 昨天我们领先讲了 今天旺宏 华邦 这个我们看到了 好来 华邦大涨 涨喔 今天大盘不好 来 旺宏2337也涨喔 昨天还讲了宣德 对 我们讲过宣德 就力性性命 力性的指个 哇 亮灯涨 涨停板 那第二种 所以涨没看 这不是在怕算 对 那第二种就是说 我自己升级 我自己升级 所以像新唐就算自己升级了 对 因为松下 你知道日本的半导体 技术很好 但是产品不对 过去1980到1990 日本的半导体 全球前十大 它占了六大 现在没落了 没落以后 我们它如何 我们比如新唐 这些厂商如何壮大自己 去日本买技术 好 新唐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消息 而在你的交易 先停牌 因为有重大讯息 会买到什么技术呢 唯控制器 还有车用的感测器 哇 这个技术就很厉害 所以我们看新唐 那还一旦恢复交易会大涨吗 因为短期可能还不会 但明年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今年新唐 跟另外一家6202的盛群 这两家技术最好的MCU 唯控制器 业绩都衰退 都被大陆有点竞争到了 但是假如明年 5G的应用 这个升级了以后 又有新的技术 新唐是有机会 所以今年没有涨的股票 明年可能有机会的 我认为这两家公司是蛮大的 风水轮流转 感谢观看 用什么 这次怎么办 都被集中心 有问题 蜇定的股票